一場世紀疫情 令全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在香港 已經有超過200人 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經過超過一年的漫長抗疫戰 終於等到新冠疫苗面世 為大家帶來一絲曙光 但是在憧憬可以走出疫境的同時 大家對新疫苗都有種種疑惑 究竟打哪種好? 我又老又高血壓 我有了寶寶, 怕不怕? 有敲穿和濕疹, 打不打得? 打完, 是否永久保護師? 早點打還是遲點打? 有人想打好不打好? 也有人想早打還是遲打好? 更多人想到底打哪種疫苗才最好 解答大家一連串對疫苗的疑問 絕對是性命有關的大事 這麼大件事既然沒人說 那就我們跟大家說 大家好, 我是鄭丹瑞 是這麼大件事, 為何沒人說的主持 這麼大件事? 這麼大件事當然是有疫苗打 所以今晚我們請來很多業界的朋友 我們藝員同事 打還是不打, 應該怎樣打 或者我打了又怎樣的任何問題 我們都請四位專家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我另一位拍檔, Heidi 麻煩你, 你介紹一下, 好嗎? 好,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醫生朋友 大家都很熟悉, 有高永文醫生 莫樹錦醫生 曾祈欣醫生 還有藥劑師崔順明教授 另外, 在我身邊的 業界伯強各行業的代表 首先教育界有張勇邦校長 餐飲業界的楊偉勝先生 美容業界我們有溫爾文小姐 代表交通運輸界的何志強先生 旅遊業界的姚柏良先生 還有健身業界的我們有休憶忠先生 至於藝員朋友方面 這邊也有兩位我們很熟悉的修哥 吳香倫、陳榮俊、何佩佳洛珊 以及我身邊的Kith, 姓敬為 謝謝各位 第一條問題, 讓我率先發問一下 我的問題就是, 有哪位打了的? 也是5055以上的 我先問問我們的四位專家醫生 張醫生, 還沒打 星期四打… 星期四打, 即是排棋 是 那崔教授呢? 我等第三隻 我等第三隻打 好, 莫醫生 星期五打了 為了我們的節目, 去打打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莫醫生什麼時候打? 上個月 上個月打, 挺精神的 挺好, 大家很精神的 我剛才沒看見修哥舉手 你打不打? 我打的, 不過我不敢打 為什麼不敢? 因為打了之後 有些人去了, 都是長期病患者 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長期病患者 所以我看清楚才打 你有沒有去找醫生? 我沒有問到醫生 慢慢問吧 我們今晚有幾位醫生在這裡 是的… 你等人問 我先問問身邊 你們兩位 是否一起有個共識? 其實是一起有個共識 是 去打的 因為他本身有皮肌炎 是 肺纖維化了 是 如果我在想 如果他再感染新冠肺炎 可能對他的病就有影響 立即問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說 如果你們可以打到 流感針沒有反應 就是你去諮詢你的專科 專科那邊 他打了電話去問 都說沒問題 但他們建議我們打科興 科興是用烈活 對他的身體的副作用 應該比較少 所以我們一起去打 好,兩個年輕人 Roxanne Roxanne,你打不打? 以前是護士 是 我暫時還沒去打 因為其實我的皮膚比較敏感 以前也試過 也吃過一段時間 就是皮膚科藥物 那種藥物其實也叫我… 可能半年之內 也不可以懷孕 或者不可以做一些激光的療程 所以我也擔心這隻新型的疫苗 會不會跟這隻藥物有些衝擊 所以我暫時還沒考慮打 又是了,又可以回答 我們已經儲了很多問題 Keith呢? 我始終一定會打 不過暫時先看清楚 感覺上剛剛出來的時候 風險可以高一點 對於健康 先看清楚,多一點數據 再做決定 這也是有些市民自己的看法 到底我們怎樣處理 看得多定 我們都可以研究一下 Heidi,我們有這麼多業界的朋友 你可以跟他們問一問他們 我想我首先會問張校長 因為我想近期大家都留意到 學校方面也有一些小型 就是擔心爆發的情況 張校長,你們那邊教育界 對於疫苗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教育界都很緊張 如果我們全體教育學員打完的時候 是不是都可以一個保護 起碼老師其實擔心 反而擔心這麼多學生回來的時候 會不會他們感染他們? 但是家長就覺得 現在有這宗國際學校事件 就覺得如果老師有事 全部學生要這麼小就拿到旁邊 又要把家長拉到去 怎麼辦呢? 事實是,飲食界的重災區 大家都知道 又開不了門 又要我們戴手套 又要我們做執桌專員 令我們現在做僱員也好 僱主也好,頭也痛 所以我們這類疫苗 都希望能夠快點 打了之後 快點過正常生活 其實我們美容業界 例如做機 或者直接打一些美容的針 是否影響到呢? 或者適不適合打疫苗? 運輸界我們強哥在這裡 你們的業界是怎樣看的? 業界來說 普遍是歡迎有一個疫苗接種 因為我們前線司機來說 每天都面對不同的人士 所以很歡迎政府給我們優先 我們旅遊業界也很有迫切性 大家知道旅遊業已經冰封了一年多 其實我們很多企業 都面臨倒閉的邊緣 很多從業員是武功開的 當然也有小部分同事 可能會仍然有一個觀望的態度 但大部分也希望能夠盡快接種 身邊的時候健身業界 我想近期大家都會更加有關注 其實健身業界也比較不開心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年很努力抗疫 也沒有一個爆發性群組 但因為最近有個別健身中心的教練 是沒有戴口罩和客人做運動 所以就牽連甚趕 其實我也問過身邊的健身教練朋友 大概四成是願意接種的 主要是因為想給客戶和大眾信心 但也有六成他們不願意接種的原因 就是資訊不流通 會擔心有副作用 所以這次有一個平台 可以問醫生的意見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好了,聽了你們幾位了 這麼多位專家醫生 你跟修哥快點擺一擺墨 即是這個長期病患這四個字 其實修哥分析得很好 就是我到底打,我很想打 但我打不打得呢? 有人說打得,有人說不打得 我想你們可不可以給一個意見出來 讓修哥自己可以去決定一下 我的驗身報告,樣樣都可以的 不過我還要吃一些藥丸 吃這些,天天吃的 那是不是需要長期病患呢? 我相信所有這些疫苗一定都會提出一些禁忌 其實很多位提出來 你都可以說我叫長期病患 肺有事,血壓高,糖尿病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不會有一個一刀切 就是你有長期病患就一定能打 一定都是說你如果有長期病患 譬如血壓高,糖尿病 如果控制得好的 其實都是可以打的 就不可以在這裡說 你有長期病患,你能打不打 我們可以說整體的原則 到最後大家要考慮自己的長期病患 是否穩定,是否受控 其實最終都是要諮詢自己的醫生 你吃藥就是令到你的長期病患受控 所以吃藥本身就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吃藥只是控制的過程的一部分 反過來,如果你有血壓高 醫生叫你吃藥 你長期沒有吃藥,或是偶爾才吃藥 那可能你就要想一下你的病情 是否控制得穩定 還有最近有沒有劑量增加 這些都是否控制好 有些病者可能很久才見醫生一次 可能平時就在藥房買藥 這個絕對不建議 如果你自己沒有病徵 不代表你真的未必沒事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長期病患 而又只不過是在藥房買藥 又沒有甚麼要見醫生 我自己覺得你可能是時候見了一見醫生 但其實香港很多人沒有家庭醫生 那怎麼辦呢 是的,所以變成了 我知道有很多長期病患者 都可能會在公立醫院看醫生 很多時候在公立醫院看醫生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不妨多問兩句 雖然是問多兩句 那位醫生不知道會否答多兩句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也呼籲每位在公家看病的醫生 多花一點時間給你的病人 告訴他們他們到底的情況是否適合打 這個問題我差不多每天看症都有病人問 但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們做醫生去幫助我們的病人 等人回來就輪到鄉麟和陳詠俊 他們有一個廢纖維 是不是?有事 但都決定打 我們等人回來 研究一下你們兩位,好嗎?